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受灾户告诉我们 他们都是看到了新闻 才知道基态建设打算怎么处理 毕竟神隐的这几天 现在外界也很担心 基态建设是否会脱产 所以北市府已经递状 要申请假扣押至少6200万 针对房屋的受损 其实在今天召开了说明会 也询问了受灾户的意愿 赔偿金额粗估 至少是要破亿 但是这些受灾户是一个比一个要气愿 总经刚刚说 他这四天都要处理受灾户 但受灾户都说他们没有被处理 已经经过了四天了 现在这些基金恐怕早已转移 对比之下每天有家归不得 能不能有赔偿 受灾户说没有答案 要我们现在拿钱 我们要拿钱 我们的房子还是贷款的 现在还有很多贷款还要急于咬的 这个贷款谁付 想到家一期间被搞他 受灾户气氛又无奈 更担心的还有这个 受灾户我们很担心说 他的前脱上就像我们告读的 那我们也没有意义啊 受灾户召开首次假扣押说明会 现场一片乱 尤其最担心机态建设高层身影 就怕资金已经移转脱产逃跑 我们现在像一五名啊 我就装一身出来而已啊 都没有了 全部的交当都在里面啊 第一波假扣押 九号晚间 北市府针对受灾户安置费 市府损失鉴定费等总金额将近六千两百万 第二波则针对市民房屋受损 金额恐怕破亿 这次程序上受灾户必须先委任律师 向法院递状后 等到裁定才能执行 如今距离案发已经第四天 法务局投一回召开座谈会 这样来得及吗 他等了三四天 你扣得到吗 他要脱产两天就脱掉了啦 那我们希望取得他们的同意 那把他的资料提供给我们的委任律师 那再由委任律师再组一跟他们来联络 有银行业者指出 基态在银行体系实际可动用余额58亿元 虽然短期内财务不会有问题 但他们的建案无法动工 长期来说资金恐怕受影响 议员更指出基态流动负债高达136亿 短期借款就有95亿 显示公司偿债力有状况 有没有能力偿还是未知数 对受债户而言该有的正义又在哪里 东京新闻在台北报道 确实对于受债户来说 他们就要一个答案 我家毁了 接下来要怎么办 恐怕只有一条路走 北市府现在喊出要公办都更 就是这些伪老建筑全部重建就对了 只是对于受债户来说容易吗 首先他们要面临的是金钱夹杀 第一房子毁了 但是他们的房贷还在继续缴 所以在这段期间 他们要临时找其他的租储 还有社会住宅 又会多了一笔房租费 那么假设开始都更 你也知道都更是要走好几年的 还会多一笔土地融资的贷款费 这个灾民是不是也要自己付呢 好虽然现在最近消息是说 机台建设承诺要付给这些受债户三年的房租 但是我们问到了这些受债户 他们说这个资金压力还是很大 这份合作新建议项书就是机台建设夹带给住户的慰问经理 其实这一份呢都发觉说不具有法律效益 现在北市府要公办都更 整个范围要多大呢 专家建议要从道明外乔学校开始到整个被塌陷的工地 甚至一旁呢 倾斜的建物都应该要列入公办都更的范围 房屋倾斜最主要受灾的25户 如今无家可归 陪市府将要介入都更 居民都热见其成 部分受灾户就算房子毁了房贷还是得叫 没有地方住又要另外找租屋处 房贷房租双重夹杀 虽然北市府喊出公办都更 但是能解受灾户的头痛难题吗 这个事情太突然 所以可能有些人还要再缴房贷 所以他跟这些受灾户 他跟银行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有人去协助沟通 避免房贷变成信贷 其实台北市25年以来 只有位在大同思问里公办都更成功 当时更有260户 因为产权复杂 弱势户多 如今大值民宅塌陷 情况紧急 危机会不会变成转机 假设住户失去媒体美光灯 还能够争取该有的权利吗 现阶段社会舆论都在关注这件事 对受灾户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可以谈到最好的条件 如果说等到新闻热度一过的话 我们不认为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台北市都发局表示 等到灾民安定之后 将会举办公办都更说明会 至于机态建设 已经同意负担单号25户三年租金 对于受灾户来说 重建家园终于出现曙光 东森新闻招集无财嫌 台北报道 而同样的这双方也是没有谈妥 直接引爆了冲突 我们来看到这一起行车纠纷 这一辆开着宾示车的驾驶 就被拍到 它跨越了双黄线 直接拦车然后呛瞎 驾驶也直接在路中央下车 想要跟对方理论 那么现在被逼车的这位驾驶就很害怕 他说明明当时绿灯了对象有车 但是对方却刻意逼车他 他就把这段画面PO上网 后来一查才发现 原来逼他车的是一位房仲 他甚至还私下赖他说 我会到你的公司去找你 要告就来告 我们实际找到这位房仲 他虽然不应受访 但他认为是这位车主有错在先 行车画面拍下 后方一辆冰士硬切双黄线 来到驾驶前方击下 两边火气都很大 互相狂按喇叭 这时冰士驾驶直接走下车 上前理论 双方虽然只有言语冲突 没有发生意外 但路中间蓝车的行为 真的有够危险 让经过的路人都有些害怕 被逼车的驾驶 事后将行车记录器PO上网 却接到对方私讯呛先啊 打了五六通的 FB人Message给我 他还在我下面留言说 他会找时间到公司找我 让驾驶多少有些心驾驾 这名冰士车驾驶也被起底 是一名台南的防众 我们实际找到本人 他不愿受访 但他私下透露 是对方一直挡在路口不转弯 按喇叭提醒却被对方比赞挑衅 气不过才会上前理论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就看到对象有车 我就不能走 你要叫我怎样 不满对方逼车又呛瞎 驾驶决定上警局备案 毕竟已经算有点危害到人身安全了 回想事发经过也只能自我调侃 但不管是要介绍房子 还是要下车理论 防众这样的危险驾驶 依照道交条例 最高可数三万六千元的罚还 并掉扣牌照半年 乱跨双黄线再加罚一千八百元 只能说开车时彼此多一份礼让 一时的冲动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东森新闻崔文佩玲宣军黄中旬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一旦发生了切车行为就可以看到的是死亡意外 突如其来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们来看到这离奇的撞死意外 这段画面是发生在高雄市的三民区 当时其实有一辆百万的轿车 它当时是先从中线 然后切到外线车道 后方的骑士是反应不及 然后追撞 紧接着骑士连人带车在地上滑行 头部重创 当时赶紧送医是宣告不治了 这一起死亡车祸到底是谁的错呢 现在画面曝光 躁则比列引发论战 主要是因为有一方认为是 这个轿车它是鬼切酿货 但另一方会觉得 是因为骑士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才会追撞 监视器画面拍下 一辆白色轿车快到路口 想从中线车道切到外线 后方一名骑士闪避不及 直接追撞轿车左后方 整个连人带车在柏游路上滑行 就连安全帽都喷了出去 吓坏附近的用路人 原价200多万的白色轿车 左后保险感碎裂 机车比较惨 车头破向 里面的管线都跑了出来 43岁的汪兴骑士 颅内出血 经过抢救 隔了一天 人宣告不治 我们头前面 这大车嘛 对啊 这大车 我们看到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 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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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拗 倒的就是倒的 事发就在5号晚间 将近8点左右 27岁的郭姓驾驶 沿着高雄 澄清路执行 开到事发地点 从中线切到外线 被后方机车追撞 骑士当场失去意识 警方对双方检测 都没有酒精反应 只是看这画面 一个正常执行 一个有打方向灯 这死亡车祸 到底怎么发生的 车 车里面车又多 人都车车 可能要塞过头 可能是想要两个款 两个款 后面会计划 这起车祸也引起热议 有人认为轿车轨切车到酿货 另一方则觉得骑士骑太快 没保持安全距离 我也是自己也是靠着盲点针车去 注意右后方的来的车 但是我觉得在市区这种东西 避免不了 有时候是真的躲不掉 因为他就突然就转过来 所以后面的才来不及就撞上去 对啊 他太突然了 但无论哪边的责任比较大 警方已经先将郭欣驾驶 依照过失自死罪送办 骑车或开车赛路上 防卫驾驶的观念还是要有 东森新闻红宝千里运信林顺君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大家观念要有才不会酿成死亡意外 也因为罚单重罚英语而生 最近网路上就有流传了这一张罚单 会不会罚太贵了呢 这位骑士他是因为躲太阳 停在树荫下等红绿灯 结果被检举的叫做在车道中暂停 收到的罚单是一万六耶 这个金额还真的蛮高的 我们曾经独家报道 其实同样在高雄 有些人因为天气太热了 本来就会躲树荫 但是是不罚的 那么这位骑士怎么就被罚了一万六呢 这张罚单是真是假 继续看到我们的追踪 不少骑士都会停在树荫躲太阳 高雄就骑士骑到新庄一路 这个路口的时候被后车检举 结果收到一万六千元的罚单 下午两点半好几辆机车遇到红灯 陆续停了下来 双载机车也停在树荫下等红灯 害后方骑士差点撞上 没想到前面的黑衣这一台机车 因此收到破万的罚单 一听到罚单金额民众瞪大眼 仔细看这罚单重机歧视 因为违反道交法第43条 一项四款非遇突发状况 在行驶途中任意骤软减速 刹车祸于车道中暂停 不但计三点还开罚一万六千元 罚单在网络流传 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说太贵了 吓死第一次看到直接一万六的高雄市好狠 还有曾被罚过的网友说 我的嘉义线才九百元 只是这罚单后来真的有开罚吗 交通部有函视 躲太阳为暂停行为 与临时停车 危险驾驶不同 尚无罚则 本分局未避免争议 日前以主动联系当事人 予以撤单 类似状况 刚三也有骑士遇到 检举不成立 因为警方认为 骑士当时是停红灯 不是恶意杀停 不构成危险驾驶 后方驾驶也得注意车前的状况 因此撤销罚单 警方也呼吁驾驶朋友 天气炎热 其实要依照规定停车 不宜在车道中暂停 以免发生车祸 东森新闻洪宝青 林立信在高雄的采访报道